晚安 您好 欢迎收看非凡 下午两点新闻 我是朱方君 今天是4月24号星期四 所以一开始要先来带您关心的是 为了因应5月份的报税季节即将到来 邮局呢在今天开始 陆续寄出了280万份的税额试算单 而这邮政单位呢 是特别出动了400位的邮政室 在今天呢是又是分类又是挂号 平均一个人只要处理100份的税单 而投递科的主管就表示 为了确保上班族都能够收到税单 邮拆门呢还会额外在周末加班 再加上平常的邮件 在这个礼拜算是他们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 邮务人员搬着装满满的税单 一箱一箱的搬 不只出动好几台邮务车 就连机车一大早就开始密集出队 实际邮局投递科的现场 邮差们进进出出忙都不停 全台280万份的综合所得税 税额试算书陆续寄出 我们单位有2万多件 邮务市拿着厚厚一整叠的税单 一一刷上条码 中正区北门分值分配到3.9万份 特别加派人力到400元 平均一个人要处理100份 从24号到29号完成8成5 分区分类再打包出发 只是更辛苦的还在后头 上班族如果不在家 邮局人员还得要额外工作写招领单 确保大家都收得到 虽然一份税单 邮局将最多投第三次 甚至6日也得加班 但预计仍然有5% 可能得要加发招领单 而且再加上停长的邮件 这一周还包括了股东会 都跟文件 堪称是一整年最忙碌的时刻 国税局邮件算是我们每年度的一个 例行重要性的一个工作 它的邮件非常的多 我们事前我们的护理我们的经理 都有召集我们先做好规划的工作 除了原有的所得报税 今年证所税首度开征 民众只要去年有买卖IPO 新贵或是未上市贵股票 也得于5月报税时候申报 计算方式是收入减去成本后 课税15%才分开计税 不过投资也不是稳赚不赔 如果有亏损也要减负证明 才能抵减扣税 预估证所税能够溢住国库60亿元 看来缴税计不止纳税盐 公家机关也全面动起来 绿角地方军头方明台北报告